今天是台北市议会市政总咨询的第二天 可以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目前正在进行备巡 不过除了柯文哲的应答很受关注之外 其实今天的柯文哲人气非常高的幕僚 学姐黄敬营也有出席在议会里头 不过其实今天也是黄敬营在台北市政府上班的最后一天 因为从明天也就是9月1号开始 黄敬营将会到竞选办公室来报到 未来他会负责选战中什么样的角色 以及哪些辅选行程他可能会出席 但您来听他的最新回应 今天最后一天然后9月1号开始到竞办到职 那去到竞办之后负责的应该就是社群部分这样子 那是不是有一些辅选的邀约 然后接下来会怎么办 目前有一些邀约来 那我们都可能会经过一些筛选 当然是找那种连接性比较强的来做站台 或是帮忙这样子 其实在今天中午的时候黄敬营已经利用工作的空档 在市政府进行整理自己的座位 把东西都已经清空了 那么接下来他也确实证实有许多的辅选邀约行程 但是目前还会看竞选办公室来如何规划 才会决定他未来会帮谁站台 以上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 时间镜头在环棚内 也要这么快 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 我们做的